范迪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7月29日下午前往克拉克夫普罗克西姆大学儿童医院探望那里的病童 该医院是波兰南部最大的儿童医院,每年治疗20万孩童 在连体双胞胎分离手术,治疗灼烫伤和心怠肠失调方面非常先进 入网保禄二世教宗在1991年也访问了这家医院 波兰总理贝亚塔西德沃女士和50名儿童病患及他们的父母在医院迎接教宗 教宗逐一问候他们,随后到急诊科探望其他病童 教宗说,我渴望能和每一个患病的儿童在一起 拥抱他们,聆听每个人说话,即使只是片刻也好 在面对没有直接答案的问题时,一起保持静默,祈祷 教宗还说,耶稣常常注意到病人 他以母亲注视生病的儿子的目光,注视他们,心中充满恋爱 身为基督徒,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像耶稣那样 以静默,爱抚和祈祷靠近病患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被丢弃文化污染了 这文化与接纳文化背道而驰 丢弃文化的受害者正是那些最脆弱的人 真正的文明是把最弱势者放在社会政治关注的中心 然而,家庭很多时候得独自承担这一切 这该怎么办呢? 教宗答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爱 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多增加接纳文化的工作 受到基督信仰的爱所推动的工作 我们要爱十字架上的耶稣 爱基督的骨肉 以爱和温柔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这能使我们在人性方面成长 教宗答说,需要绩胱活 passage 提纳文化的更新就 late 感谢您鼓额 És毫時你快死继ons��면 判女 不是